自我感覺良好 但現在最新消息傳出 華府一場的萬人政治集會 兩人確診 副總統 國務卿 三分之二的國會議員 現在都有風險 全球確診案例跨過十萬大關 美國21州淪陷 疫情急拉警報 成為媒體唯一焦點 華盛頓州 佛州 加州 以及馬里蘭州 接連宣布緊急狀態 加州傳出洛杉磯國際機場 兩名聯邦檢測官員確診 至於重災區華盛頓州 光是西雅圖地區 就有8萬學生 因為學校關閉待在家中 蘋果公司剛要求 西雅圖員工在家遠端辦公 細谷總部員工 也盡量在家上班 不過川普總統 似乎老神在在 對美國防疫感覺超級好 正面思考的川普 甚至認為美國人 因為疫情不出國 才是拼經濟的好方法 川普甚至認為 美國的確診人數 以及死亡人數 遠低於其他國家 完全忽略了 這是因為美國 已經執行的檢測案例 遠遠低於其他國家 不過川普的樂觀 可能成為噩夢 因為白宮恐怕會成為 下一個疫情人線指標 包括副總統彭斯 國務卿蓬佩奧等白宮高層 以及前紐約市長彭博 甚至三分之二國會議員 將近一萬八千人 都參加了一場華府政治集會 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 沒想到四天過後 兩名來自紐約的 與會者正式感染 美國官方除了與兩人聯繫 了解旅遊史以及接觸史外 也呼籲所有與會人員 包括白宮高層 如果少有身體不適 必須理科就醫 接著會連綜合報道